大家好 我是声声 欢迎到我们宣建五一键 连上一期的全支线 全收集流程的全新一期视频 上一期的剧情 大家有印象吗 如果没有印象的同学呢 可以把没印象打到公平上 我们上一期呢 就是主动工路行 路程轩一行人呢 是见到了白虎猴 然后得知了不灭之火的信息 在我们前去搜寻不灭之火的途中呢 去见到了一个神秘的轻易女子 以及我们的路程轩的老熟人 或者他的大哥啊 这个沐云大哥 然后之后呢 双方好像是有一些 这个交割秘密啊 但是不能够完全讲明 然后我们又得到了新的信息啊 这个全新的新药石的线索 就在这个长谷国 可能会有新的线索 于是我们在前往这个长谷国的之前呢 先啊 在我们这个齐公国 做一些支线任务的清理 和这个宝箱的整理 在在这里正式开始 这个地毯式的整理之前呢 我们先回到新药法阵 传送前去这个一木国 好了又卡位置 在东部区的一木国 又回到咱们这个游戏 最开始的这个前面了 哎 这个就是这阿爹多 大家还有印象吗 上期的时候呢 这阿爹多穿着黑色衣服的 奇怪的白名人 一般白名人都是穿这个白色衣服的 对吧 但是他穿着黑色衣服 然后呢 他让我们把它带到这阿爹多 带到这个一木国嘛 之前他不是直接闯入 咱们那个同盟军大营吗 然后我们上期 其实也收集到了很多 全新的新药石啊 咱们现在已经是有了 18颗新药石之多 距离28颗全收一起 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在这个一木国的王宫之前 就见了阿爹多 以及这个一木国的这人 叫做扁牛 有一个药材叫牛扁嘛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一木国的人呢 都是以这个药材的名称 倒过来啊 作为他们的名字的 我是阿爹多 可能你不认识我 他应该认识我的爹啊 我爹没有留什么东西在你这儿吗 你爹啊 你爹是谁 难不成你不认识我爹啊 我想起来了 他说为什么我爹的遗书 让我来这儿找你 曾有个白名人啊 跟我求过药 那个人欠了我一些药钱 就留了个东西给我 既然是你爹的遗物 那就我还给你吧 接下来我们去齐公国吧 别说那么多了 快上路吧 这个阿爹多的就是那种 你看 我们还获得这个戒指 就先前咱们主人公 录首宣说我们啊 那个疑问句的时候呢 明显就是说 你为什么这么自然 这么这么对吧 这么这个自来熟 这么自然 就一直要求我帮你的忙 大家看我以前 这个春节联会晚会上 有个老实人的那个小品吧 就是郭东林演的 他理的光头之后 他好像是过年吧 春晚上面 然后他去参加别人 他去别人家里拜年 还是怎么着 别人是夫妻两个 在那吃饺子 留他吃饺子 结果人很老实吧 他就是别人说什么 他就觉得是对的 他就留下那儿 就是很自来熟的 开始吃饭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 我的意思 就是说别人明白 是这个客气话 对吧 但是你就当真了 告辞了 这里呢 我们就会又把他送到 这个奇功果 一上阶梯就会见到他 不过先别着急 先整理一个宝箱 天创药 天创药就是比这个 金创药更猛的药 可以补的血量更多 大概是金创药 那里是个十倍之多 然后又见到阿爹多 你是 你怎么跟我一个朋友 长得如此之像 我是阿爹多 你说的人可能是我爹 难怪长得那么像 你爹还好吗 这么久没来找我 真不够朋友 我爹他已经 他爹已经白白了 又是这个战争牺牲者 你是怎么来这的 对吧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 这之后再说吧 我爹有没有留什么东西 在你这 随后这奇功名啊 南传就说 他曾经交给我一封信 说什么长阳山的 什么东西 不知道 不过我最近忙着 晋级考试的事 我就忘了这个事 能给我那封信吗 好啊 长阳山 结果这阿爹多 我转过身来就说 喂啊 咱们走去 去这个长阳山吧 哎 算了算了 帮人帮到底 所以这个阿爹多 就是属于这个 郭东林那种啊 对 你自来熟啊 就是什么话 就很耿直的这种人 这种人呢 也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啊 这边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宝物 龙 龙文白玉佩啊 这个玉佩非常的好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属性 龙文白玉佩啊 对这个克龙文的白玉佩 传说可以引出身体 极限能力的神秘武法器 攻击加五 防御加五 速度加二 命中加二 闪避加二 暴击加二 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给这个 韩诺大哥装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这个 左边这个学徒聊个天啊 他在这儿 他就说 他终于完成了 最近需要考试 晋级的习题 习图的这个课题 咱们要不要做做啊 这个随便做就行 因为咱们这个配置太高了 有时候点一下鼠标 或者点一下空格呢 他相当于点了好几下 这个游戏 坚弱性不太好 所以你就会一直往后跳 有时候咱们的题就看不清啊 你看有人出钱 这个买药 买材料 一个人出八两 最后老板会找回三两 一个人出七两呢 就会不足四两 请问买的人数有多少啊 七个人 第二题 如果烧光一根木柴 需要一克钟的话 那么四根木柴 同时烧要花多长时间啊 还是一克钟啊 对吧 他这个题呢 会问会变着法 问比如说 现前那个是四根 一块烧 或者他就会问你 一根一根的烧 那一共需要多少啊 那就是一个十神了 对吧 通常铁块比棉絮还重 两斤铁和 你看这个地方就就就跳过去了 我没看清他说了什么呀 他有两种问题 一种是说两斤铁和 零点五斤的棉絮 加上两点五斤的铁 什么什么样重 那就是一样重 还有一个就是 我没看清啊 还有咱们就选这个后者吧 第四题 哪一个数和其他的不一样啊 这个我们看看 9010加起来是10 这个6211加起来是10 801加起来是10 那是7211对吧 加起来是11 你根本就是当技师的料 难得遇到这么有天分的人啊 这样我们就四道题全对 可以获得这个天上药 你答对一道题的话呢 你啥都没有 但是你如果答对四道题 就会获得最好的天上药 两道题和三道题 也有各种不同的 两道题是草药 三道题是跌打要久 在完成这个之前之后 再跟他说话 说话 不是说话 他说我这儿有一颗小石头 你想不想看看呀 想 事实也无妨 这里就会有一个翻盘游戏 能够翻出来一颗星药石啊 就离谱 你看这星药石 只要翻到星药石就行了 其他的无所谓 这边如果我们这个胜利的话呢 除了这个星药石之外 还会获得这个1000块钱 以及其他的奖励 然后我们已经填准备好了存档 就是全部就是全部都翻完了 所以就这里咱们就给大家展示 这星药石就行了 因为咱们读取存档之后 还是跟其他一样的 这边有个叫波浆的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机关 他就说呢 他这个机关 结果把他自己给困在门外了 防止别人偷窥 他的这个研究成果 咱们这里就要按照这个灯的 这个亮起的顺序 依次给他点亮 你看这个右上 这个左上 右下左上 然后右上 然后这个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bug 因为咱们这个配置和这个游戏的 需要的机器区别太大了 你看他又说错了 明明是没错 因为咱们这个鼠标 有可能一下点两次 所以他就很难 这个奖励很辣 只是200块钱 或者是幼敌女娃 就是让咱们愈怪愈的更多的 我们本来对这个暗雷 就已经很难受了 对吧 所以这里只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做一做 你奖励一般 咱们就不强迫自己做完了 这里有个七彩卢会肉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宝箱 让我们把这个地方的宝箱整理干净 让他们这里 惯人一新 金蜂蜜 帮助这些奇功国民们 这个分摊一下他们的压力 钱这么多 到处来扔东西 这也就是这个神钉研究室 这儿呢 还有最后一个宝箱 1500块钱 这样如此呢 咱们就把这个地方呢 这个整理的非常的干净 然后我们存个档 就会剪辑掉赶路的过程 直接前去这个长谷民那 探索全新的新老师的线索 同时 我们那个新的存档 也会直接使用 现前所有的 制线路都完美完成的 一个情况来完成 欢迎回来 剪辑了一下赶路的过程呢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这个长谷国 可以探索全新 我来说 我告诉你 是什么 我看你 有这个长谷国 我看你 是什么 我看你 对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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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谷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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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敢对我们队长这样说话 等等不可无理 白虎队长认出来 他似乎是盟友 我好像在后方对吧 看过他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 这个地方是战争前线 我是女子国的二国主夏柔 恳求你们放过这个孩子 我们知道夏柔一向是 非常非常善良的秉性 当然有时候可能善良过头了 放过他 为什么 明明焰火国就是我们的敌人 焰火国应该是属于 诸学弟势力的对吧 可是他毕竟只是个小孩 女子国的二国主 我不知道你啊 何出此言 这里是前线 对敌人不分老弱 并残的吧 不分老小 一律格杀无论 但是夏柔还在坚持 同时墨爷啊 也是认同夏柔姐姐的观点 认为白虎的这些战争的战士呢 非常的残忍 夏柔姐说的对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一个 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孩 这个士兵瞬间生气了 音乐也是发生了变化 队长 这里是前线 将军下令 防御军务者 一律先抓起来 没错 管他什么女子国 放走一个敌人 就是给我们自己制造更多的麻烦 我们是盟友啊 队长不必如此 请同意啊 我先带走这个孩子 事后呢 我会请共主 我遵任这个事情的责任 别开玩笑 我们前线战士 有我们前线的规矩 你们后方这些人啊 少管闲事 你们知道夏柔呢 是负责后方啊 战线那个外交的那个部门的 对吧 其实 其实我说实话 这个有点这个 乐剧了 你们怎么可以对盟友如此 但你真的 如果你真的想救他 就先把我们打败啊 你没这胆子了 让我们进入战斗 对吧 各司其职嘛 前线战争啊 前线这个部队 有部队的这个规矩啊 这个我们是不应该干涉他们 按理说是这样 按着咱们这游戏 来吧 哎呦好 没打到 因为我们在大镜长赶路等等 还有升级啊 所以主人公学了新的技能 咱们现在主要的AOE输出 就是主人公 加卖星 加上这个 那个小公小莫姨嘛 三个AOE嘛 基本上可以一回合 把他们全部干掉 小小的白虎队长 对吧 你能打得过我吗 升级了 很好 你是女子国的二国主 是吧 我们不会对你善罢甘休的 说完他们三个 贝贝离去 讲这么神气 还不是逃了 你伤害好了 我们先带他到一旁去休息 大家觉得下柔的做法 对还是不对呢 我个人觉得对和不对 都有他的道理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都有 就是对和不对的话 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事 都是必须得对或者错 是吧 所以这个认同哪一边的 都有他的原因啊 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 你又不是白人联盟那边人吗 为什么你们灭了我们的村子 杀死我们的亲人 现在又要救我 这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们都在后方 很少看到战场前线上的真实一面 我不知道我们的盟军啊 竟然会啊 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我才不相信你说的 你救我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你们什么白人联盟人啊 只会骗人 都是欺骗人的惯犯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 我们只会骗人呢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就告诉你 你们的军队啊 宣布会善待降伏者 所以我的爹啊 他们相信了 才投降你们 他说 你这个 你的爹为什么是白眉人 这个游戏里面 没有这个物种隔离吗 这白眉人还能 生出焰火族的人吗 哎好 回到这个气氛中来 没想到 当我们真的放弃了抵抗 束手救父之后 你们的军队 把所有投降人啊 全部都杀死了 哦 那个不是他的父亲 不好意思 我们看到先贤那个 被被这个 击伤击死的那个人 应该是他的父亲 对不起啊 你说我们白眉联盟的军队 公然残杀这个俘虏 投降的人 降兵 这怎会如此 夏姑娘 两军交战 牺牲啊 本就是在所难免 朱雀帝还不是 策动韩武父子 颠覆了我的国家 杀我父王与子民 这是没错 可恶 你们都是一群骗子 这个时候 白虎队长啊 带了他的这个将军来了 就是他们 自称我方盟友 但却为了救敌人 而攻击我们 阁下不是女子国的 夏儿国主吗 这个将领 毕竟啊 这个阶位比较高 所以认出了我们的身份 怎么会插手 维护敌人呢 我刚听说了 你们是不是 欺骗了投降者 在他们投降之后 把他们全部都杀死了 原来是这件事 夏儿国主 或许搞错了 此地是前线 不是大后方 我等随时都在生命威胁之下 杀死俘虏 是为了避免他们消耗粮食 以及今后转投诸却国之风险 你们就为了减少粮食 就杀死我们亲人吗 战场上啊 多一名敌人 多一名俘虏 就多了一份威胁 或者雷坠 即使一名小孩必要时 也必须尽早处置 这就是战争 总之 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的 所以既然夏儿 看到了 他就叫利宝这个 焰火族的少年 这是回护敌人的行为 夏儿过头 你是盟友 我不便多说 请你自己再好好考虑清楚 我们看到韩洛大哥 这韩洛毕竟是对吧 上过战场 所以他明白这些事 陆重宣的这个时候 也同意夏儿的做法 一个小孩的性命 如今就在我们一念之间 我们怎么轻易把它交出去 陆兄 将近我的心意已决 无论如何 我都要保他 今天把它交出去 我一辈子良心都会收到浅德 如果夏儿国主如此坚持 我基于职责 会将此事原原本本的回报 给白虎公主 还请夏儿国主散诉 你敢打小报告 我们也会告诉白虎公主 说你们滥杀 这个投降的俘虏 简而没什么可多说的 我们就告退了 话不突击 但是双方是闹得很僵 我们知道 被我们这后方战线的人一弄 这不管如何 这个前方的战士们 军心肯定会不稳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韩洛说 我认为夏姑娘做法不明智 或许这件事会让你惹上大祸 不打紧 如果我刚才把这个孩子交出去 我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而陆生轩也认为 如果我是这个少年 我也绝不能原谅 把我交出去送死的人 别以为这样 我就感激你们 但是此时的焰火少年 仍然是心怀戒弟 对吧 我们并不是为了你的感谢 才救你 既然已经救了 我们就干脆帮人帮到底 把你送回你的国家 也罢 韩洛这个时候说 我们就一起陪你做回善事 夏姑娘 那长谷国的心钥石呢 我感应过 这个长谷国并没有心钥石 既然如此 我们就带这位少年回他的故乡 相信他故乡的人 看见他平安归来 一定会很开心的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首先得跑赢 他追上才能用剑木树牙来驱散他 又是一个跑步游戏 交替按我们的Z键 以及这个斜杠 Z和斜杠 哇 我真服了 大家看 就是我们这键盘 还是这个游戏 这个老游戏 跟我们这个契合不太好 我们按得太快的时候 他有时候反应不过来 这游戏 就是他这个程序 你这键盘 因为咱们现在键盘 什么接下键盘 弄得太厉害了 他反应不过来 好 这次反应过来了 我们这个按的节奏得好一点 你看先前这夏柔刚刚说了 我感应到此地并没有任何的信号石 结果我们就通过完成支险 获得的信号石抗 还有2500块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第一道个 你看咱们距离先前那个常武国 走了很远很远路 你看从这个国上的地图上看 一路往这个南方前进 对吧 这里下去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焰火山道 这就是你们焰火国附近的焰火山 而且咱们这个存档是百分百全收集的 所以那个宝箱那个五块钱 咱们也拿了 我想送到这儿 你应该已经安全了 你们还真的是遵守诺言 真的送我回来了 什么意思 这有个宝箱 你到现在还在怀疑 我们对你有什么企图吗 这我只是不敢相信 平常呢 一直被欺骗 没想到这个联盟中的 还有这样的人对吧 把这个焰火山年的内心给颠覆 没想到没有信用的百分联盟 竟然还有像你们这样守信用的傻子 原来我们是傻子 偶尔当傻子也挺不错的 如果傻子这个称呼 可以让你的误解减少一些的话呢 我十分乐意 这是以德福人啊 圣心之天下 接下来你自己应该可以回故乡了 我们要继续我们啊 我们自己还有事的 这个时候啊 焰火少年又提出来一个啊 小小的新的请求 什么的 看看啊 说说看吧 他说如果啊 如果是像你们这样的啊 这个心肠的 好心肠的人 或许有可能会了解 我想请求你们啊 能随我到我的国家去看看 到你的国家 小兄弟 我们并不适合再继续深入往前了 毕竟你们焰火国啊 已经是猪血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对于我们而言十分的危险 可是啊 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够亲眼看到 我们那里啊 真实的清闲 这 好啊 就下柔的一番沉吟之后 立刻就答应了少年 也许啊 我对这样战争太不了解了 身为白元联盟的盟友之一 我应该去看看 下柔姐 这也许是陷阱啊 会很危险 因为危险 所以我才必须啊 跟着去 陆生先决定啊 跟随下柔一起前去焰火国 说得好 韩洛此时呢 也被这个 这几个人的这个行为感动了 对吧 我自然也是舍命陪君子 我们大家就继续送这位少年回故乡吧 谢谢啊 谢谢你们愿意信任我 此地呢 一个五个宝箱啊 战斗的话呢 非常适合练及 竞选值呢 一场的有八百之多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直接啊 这个省略这个步骤啊 给大家准备好了存档 大家看啊 此时的我们已经是啊 这个从这里啊 从这个西南方世界 这个通过焰火山道 来到了南方世界的 焰火国的门口 那五个宝箱的 没有任何的装备 都是一些什么水药啊 药材之类的 所以就给大家省略了 整理宝箱的过程 这是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那里有五个宝箱 这里就是我的故乡啊 焰火国 感觉好像破破烂烂的 好像一个人也没有 非常非常的荒芜 对吧 是因为刚刚经历 战争的缘故吗 这个少年告诉我们呢 大家死的死逃的逃 这就是我希望你们啊 能亲眼看一看的目的 因为天后变异 我们知道这个天地啊 越来越热的 我们这边的植物 几乎啊 没法生长了 所以说粮食 自然非常的短缺 所有的族民 全部过着啊 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 饿得不行 我明白南方 气候变异 无法生长谷物 可是我们北方啊 多少粮食生产 除了自足之外呢 勉强啊 也可以有余一些 你们为什么不像 我们白元联盟求援呢 我们的国军啊 曾经像属于白元联盟的 国家和部族求援过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愿意提供自己 珍贵的食粮 协助我们南方各国 他们甚至还派兵 阻绝我们 不准我们到他们那里 找粮食 到了最后 只有朱雀国愿意啊 这个给我们一些粮草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投靠 这个珠雀地了 其实只要一点点 一点点的食粮 就够我们 就够我们生活了 但是你们却一点点 也不愿意分给我们 这就是南方的各国各族 那么痛恨你们啊 白元联盟的原因 其实这个事呢 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我们种的 为什么要给你啊 但是你站在这个 焰火少年 他们的那个立场 哎呀 反正这种东西 咱们就 我就不讨论了 因为这种事 讨论起来容易吵架的 反正站在哪个角度 看就是不同的 对吧 这种事情都是有好多不同的观点 所以说这个游戏 就是在这个 就是一个大矛盾 对吧 就是一个整个剧情的 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大家各有各的想法的 一个事情啊 这种剧情了 十分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事 让我们可以重新了解 这场战争 你放心 我返回白元联盟之后呢 会向白虎共主 反映你们的心声的 也许啊 今后我们大可不必彼此啊 这个冰刀相见的吧 打来打去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请你以后 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我会的 不过 也许下次再见时啊 我们又将是对立的敌人了 我们就会这个 刀割相向了 我会尽力避免 那样的情形发生的 我们应该把这一路的 所见所闻啊 告诉白虎共主才对 相信白虎共主 应该愿意解决 这些问题才是 交给我们 就万事搞定了 别担心啊 夏姑娘 我们该离开了 不能继续待在此地 毕竟我们现在还是 处于一个敌人的范围之内 赶紧离开 朱秋军的势力范围啊 返回白虎共主的营区啊 这个同盟阵线吧 此时呢 咱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这里啊 真是一个人都没有啊 街上这个完全是空无一人啊 这样呢 我们就离开这里 我看看我有没有存档 直接存到这个山的那附近 这儿 好 这样我们是 你看从这儿走过去 要绕一个圈 大家看我数不要从这儿 过来过来过来 再运回来 所以咱们直接回到这个烟火山这儿 这样节省大量的时间吧 虽然说烟火国的问题很现实啊 但是我还是无法谅解朱雀帝的作为 因为朱雀帝毕竟啊 把他这个父亲和那什么都杀了 对吧 大人们对自己做的事 总会有自己的理由 原来只不过是实物短缺的问题 却变成了战争和杀戮啊 这样的大问题 这是令人难过 我们知道《向人见》这个系列呢 其实怎么说呢 《向人见》系列 除了天之痕这个异类之外啊 天之痕是 讲这个儿女私情篇幅比较多啊 除了天之痕这一步之外 其他所有的都相对剧情更加大气一点 我这个应该是 我说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夏侯姐你怎么了 都不说话 现在换成夏侯姐一路闷闷不乐 之前一直都是陆成轩的 对不起 我在想事情 之前啊 我只听过我方的描述 让我真的以为啊 朱雀帝是个十恶不适 而且野心勃勃的人 如今这一名烟火少年的话 让我们亲眼所见啊 与我们亲眼所见的两方一对比 才让我了解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理由是什么 前一切都因粮食而起 我想回去之后啊 向贡主恳求 将女子国运往前线的粮食 分给南方 夏侯还是太过于理想化了 毕竟只有16岁 如今啊 或许便可消弥这场不必要战争 但是你别忘了 这根本应该是 让这个气候变那个手面 对吧 那才是根本 夏姑娘 我也如此认为 我们一起努力吧 我不愿意再做事 这么多的悲剧发生了 我怀疑事情会如此简单便解决了吗 寒落的说法是对的 这下人家的势力范围 咱们先离开这个地方再说吧 先去这个同盟驻扎营区吧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队员换一换 把他和他换了 这个地方的这个敌人呢 一般一场会遇到三个左右 其中一个是被这个林月这个阴影属性克的 其他都是阳属性 所以说那这个林月大夫没法做到非常高傲的群攻 所以咱们就利用这四个人吧 这个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啊 把这个焰火族的少年送回之后 不要着急使用咱们的土地神服 瞬间传送到迷宫的开头 这里给大家看见战斗吧 哎呦 这什么东西 哎 我第一次遇到这玩意 这怎么是个小boss 零滴血 他叫凶对吧 这叫凶吗 哎 你看他心上 他身上有个小爱心 看到没有 这 看咱们主人公的新法术 459 还挺高的 谭洛大哥 这挺搞笑的 攻击力暴增 每回合 消耗25点体力 但是如果你这一刀就解决战斗的话 啊 你 你这个 你看大家看 他的体力是不会小 哎 消耗还是没消耗 330经验值 就这 啊 当我们这个把这个夜火少年送回之后呢 在这个进度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空地上 固定出发一个战斗 这个也关于咱们优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啊 这个队员的收集 同时这一场战斗大概率都是一个遇袭的状态 所以是我们这几个人啊 可以用我们的绝技就行了 只要林月别被直接秒掉 哎 刚刚说的 啊 没事 我看看林月大夫在哪 嗯 直接使用这个对于人形单位伤害更高 啊 这个伤害好高啊 林月大夫直接使用他的绝技往生绝吧 全攻嘛 咱们这有些好 预袭的时候 技术都会有加成啊 应该是这样吧 这敌人一看就是杨属性的 所以咱们这个 夏尔沃姑娘 这杨属性的没法打 敌人这攻击非常之强啊 一下就400多 这个这个女的这个 她叫少威对吧 直接敲碎 就可以直接秒杀 这个是我们这个 这个阿福后来学的那新技能啊 这实话 当然这个boss是没用的 1000多经验值 非常的高 寒落升级了 击败她之后 听到一声女人的惨叫 结果她倒在地上啊 走吧 就是这个猪雀女少威 结果她又站了起来 嗯 哦 她醒了 小心 这里是焰火山道 你又是谁啊 她刚起来之后 她说这是哪儿 对啊 我是谁 焰火山道 这是哪儿 我是队老 我是少威啊 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对吧 猪雀迷女 哎呀 头好疼 猪雀国的人 其实上咱们这游戏里面 这个 这个外形 对于我们这些观众 或者我来说 对咱们这个 东方这些人来说是外形长得最好看的吧 嗯 有没有人喜欢这个仪木族 或者阿福他们的 或者觉得奇功族人长得巨帅 或者长古人 他的样子看起来不太对劲啊 别太靠近他 说不定只有是他们的诡计 诡计 什么诡计啊 头真疼 焰火国 我赞成陆兄的提议 我反对 可是 我基于同伴情谊啊 才同意将焰火族的少年啊 送回这个焰火国的 但朱雀族就又另当别论了 你要考虑韩乐大哥的感受 对吧 亲生父亲和那什么都被朱雀国干掉了 韩大哥难道你要 结果韩乐摇摇头 我并非是要杀他的 他又昏倒了 难不成我们要把他 就是这个置之不理吗 下不摇摇头啊 我做不到 莫爷是无所谓的 这个时候韩乐沉引了一下 他说如果你们啊 放心不下的话 我们不如这样啊 把他就是带回那个 带回那个同盟阵线啊 哎 火焰加入少威啊 这韩乐说呢 你看 就不如把他这个 咱们就是带回 一直一直带着他吧 先带着他再说 这样呢 我们就剪辑一下赶路的过程啊 返回同盟阵线 看一下这个白虎公主 对于我们下柔 先前的行为 包括咱们下柔啊 这个后来跟他报告 这个沿途看一件事情 这个白虎公主有什么说法啊 咱们剪辑一下赶路过程 进一段时间 不过在我们 致上咱们好像又是 是这样 revision 第三个派照 请准时 呗 可是 坚强商购买 play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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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游戏 包括我做的很多游戏 为什么要做全支线呢 一个是 虽然我们很多玩家 这个以前玩过了 或者是以前没玩过 很想知道这个游戏的剧情 他们可能就不太喜欢看支线 但是有 也有很多观众呢 是以前玩过这游戏 但是 以前玩过这游戏 但是他们这个 有很多支线可能做过了 就是如果看咱们视频的时候 除了回顾剧情 这个快感 感觉我感觉到 以前这个地方我没做到 对吧 就感觉也是很有意思 咱们一般都是做全支线 我们来到这找了他们两个 你们要我反叛的事 我都已经做了 我家人什么时候能回来 原来是朱雀国的士兵 对吧 利用家人的性命 来威胁白米族人 让他去散播谣言 可是你说 只要我分化 长谷族和同龙的关系 让朱雀军能攻下长谷国 你们就会释放我的家人 过了这么久 我家人都没回来 什么什么 害我被上头盯了满头包 不杀你泄恨时的六七级 看来这个朱雀士兵 觉得这个白米族人 完成的不够好 慢着 但这件事被我们遇见了 下载头咱们应该会面对 这个朱雀队长 以及两个朱雀士兵 算了 这些什么绝技 哪里刚才废话 比别人家人威胁的 太下作了 拜拜 森罗万象 你反叛了同盟军 是又如何 为什么 结果这个白米族人摇了摇头 为什么 因为我想 他们抓了我的家人威胁我 我不听能行吗 不过听他们的口气 我家人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同盟军已经收集了 收复了所有的同盟国 说不定你的家人 已经被救回来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你有什么打算 回同盟接受惩罚的 一旦走上这条路 就没有回头的资格 然后他就离开此地了 我们现在就要回去找 那个白虎族的少女 白虎族的那个女的 回吧 我新闻的怎么办 我现在就有关的 我现在就有关的 我现在就想回来 我现在就想回来 下个姑娘您回来了 公主希望您能找个时间 去与她商谈要事 我知道了 我现在及格前往 有劳狗主 下姑娘 你要利用这个机会 跟白虎公主讨论我们之前 焰火国的所见所闻吧 我正有此打算 前往主帅帐篷 我正有此打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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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